第一颗黑,克劳福德,任何一个版本的科比都不在NBA历史前,五榜单贾马尔克劳福德这个名字,想必老一辈的球迷,应该都不陌生,这位昔日的最佳第六人得主,其整个职业生涯曾先后三拿下联盟最佳第六人奖,他的得分能力非常出色,甚至达到了联盟顶尖水准,他是NBA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常客,在三分线外制造防守人三腰非常擅长, 整个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赛季都是私职球队第六人的角色,唯一遗憾的就是,其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有元冠军梦,已经退役的克六在近日,对于传奇名秀科比的一番看法引起了争议。搜图编辑贾马尔·克劳福德在近日提到关于科比的历史地位话题时,他表示,任何一个科比不在NBA历史前五的榜单,都得不到我和所有球迷的认同。 当然这并非对后者的不尊重,毕竟这也只是克劳福德自己的看法,而对于NBA历史前五榜单中,大部分人选都已经是固定的了,其中乔丹·詹姆斯·贾巴尔·魔术师约翰逊四人是公认的历史前五球员,而剩下的一个位置,一般情况下,在邓肯·比尔·拉塞尔·科比·拉里伯德·奥尼尔这些超剧中产生。 搜图编辑已经逝世的科比,作为NBA历史公认的历史第二分位,由于篮球之神乔丹的存在,因此他只能成为历史公认的第二分位,其职业生涯荣誉无数,其中五座总冠军,两届FMVP以及一届常规赛MVP,是其职业生涯20年来的应荣誉。 他还是新世纪联盟中唯一一位经历过三连冠和两连冠的超剧,他的伟大无庸置疑,尤其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,个人荣誉方面,还有12次最佳阵容和9次防守一阵,可见他是历史最佳攻防一体球员之一。 搜图编辑而作为一名历史前十级别的球员,大部分媒体版本中的历史前十名单中,科比的历史地位一般在六至十之间徘徊,因为媒体在评选球员历史地位时, 看重的是MVP数量以及总冠军数量,可以说MVP数量的比例更大些,其中乔丹、詹姆斯、贾巴尔就是典型的例子,这也是为何大多数版本中的前三榜单几乎就是这三位的主观原因。 搜图编辑反观科比,虽然职业生涯有五座总冠军,但是常规赛MVP仅一座,FMVP也只有两座,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比的历史地位排名。